開學第二週,班代邀請大家一起來跑個山 這是第一次跟同學一起跑,到目前為止也是最後的一次 不知道是大家時間抽不起來,還是大家都跑得不歡樂呢? 下課後在大門口幾何? 因為有人住宿舍,車停的沒有很遠 但是有人是天天騎車通勤,停車地點不固定 還有人是要開車跑山 當下我就覺得那這道跑山應該會是分得非常開 因為下班時間要通過中宿東路和中山北路 根本就是要玩市區版的金卡納 左側快車道,進行機車,右側右有零停車、公車、計程車、歸速車以及鬼切的三寶門 如果乖乖跟在所有四輪後面排隊,還要被四輪在後面一直逼車 可笑的是台灣是機車王國 卻也是最騎士兩輪載居的地區 真的是很可悲啊 騎車騎到從天亮騎到天黑 那真的是一路塞 後來來到福林路,就是上仰德大道前的最後一段 在與至算路一段的路口,就是巨巨大塞車 一個紅燈,我一首歌都聽了一半,還沒變綠 那車流也還沒有走多遠 所以終於換我們綠燈的時候,我們只好發揮機車的優勢 使四輪大野們最不爽的車道分割 來通過長長的隊伍 剛上仰德大道,我還以為會很塞 結果是因為前面的汽車開得非常符合速限標準 可是當我們過完才發現前面完全是空的 只好在稍微安全的路段超車,後面的路才能順順其 同學們騎的都是一般的125還有一些幾台的150蘇克達 在上坡路段,對我這台T2來說可以說是小屋見大屋 他們油門車得很深,但我輕輕一吹還是能夠跟上他們 然後感覺得到他們轉速拉得比我還兇 但是時速還是跟不上我 在過麥當勞之後就已經遠遠的拋開他們 只好在後面一點地方等大家 那個車隊的經過 我之後再後墜 反正後面還是連續上坡 我不怕我跟不上 我看蠻多人都是騎JET的SL 看起來都有小改啦 上坡速度不算慢 只是爬坡終究還是一台125 所以在經過幾個玩之後還是決定超過了第一台 畢竟陽晶公路我前一天才來夜跑過 平時散散心也會來這裡 路線路況各方面自然都比大家熟 因此我在我能夠掌控的安全速度內 放掉了所有人先抵達了集合點 我不是在山路上飆車 只是我這條路真的是很熟 知道幾個大彎在哪 多數彎道的傾角要抓到多少 可以不用煞車 就可以把車子順順的帶入這個彎道 因此一個彎我如果能比別人快個一秒多 到馬潮橋之前就好幾個彎 那快個半分鐘一分鐘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況且我是17吋的大輪胎 在面對陽晶這種坑坑巴巴的道路 是有了更高的穩定性 更能衝勇的控制這台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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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我想還是需要幫助時應該都會彼此乘輸原手吧